在我们亲子的活动里面 是爸爸妈妈他们的成长背景 又或者他们自己的教育程度 又或者他们自己原生家庭 其实都会不同 所以基本上 爸爸妈妈对某一件事情的 不同的看法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真的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们可以鼓励爸爸妈妈 找一个比较平静的环境 大家去谈一谈 大家的角度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里面 其实大家是怎样看法的 其实我们都鼓励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我们都不希望 爸爸妈妈在小朋友面前 直接去争吵 打一个比喻 爸爸可以跟妈妈解释 原来我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我工作压力大 其实我都会用手机来发泄 来减压 所以我会觉得 小朋友打手机就没问题 而太太也可以跟爸爸 即是跟先生说 其实我很希望你支持我 很希望你量解 其实我看着小朋友也很辛苦 大家可以在一个比较平静 平等的环境之下 大家先谈好了 其实在亲戚的环境里面 父母的步伐 其实我都觉得是必须一致的 打一个比喻 好像是爸爸妈妈 好像跳一场舞 爸爸搭前 妈妈就会退后 爸爸举高手 太太就会转圈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步伐 如果是这么顺畅的话 其实不单止两个人跳舞都会落在其中 甚至乎在旁观观舞者 其实他也会很陶醉这个舞蹈 但是如果大家 你不觉不相让 一个就要踏前 一个都要踏前 另一个就希望你配合 但是那个就坚持自己的立场 怎样都不动的话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条舞蹈 一点都不好看 家庭的环境里面 很多时候 小朋友也是最忠实 最忠心 永远在大堂正宗位置 看着爸爸妈妈 怎样去跳这一部分舞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 跳到弯晒龙的时候 其实这个观舞者 这个小朋友 他自己都安定不了 而整个气氛都紧张起来 问题都会更加多 舞池的爸爸妈妈 更加会踏的 你踏我我踏你 更加痛的 真的有些情况 真的水火不容 爸爸妈妈 闹到 各池己见 有些情况 路火中烧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议 所以 随便一方 可以离开现场 不是说输赢的问题 也不是说面子的问题 其实离开现场 都是给大家 可以休息一下 去伸展一下 其实大家 在家庭的环境里面 不是一种角力 因为受害者 必定是小朋友 所以在家庭的环境里面 如果爸爸妈妈 都是老火中烧 各不相让的时候 其实有一方都需要 移我下来 自己去调理一下 自己的路火 离开现场 那会比较好些